來吧 他還要做一個動作 可以讓他的整個妝看起來 更中性 更像男孩子氣 就是修容 對 那我們在修容的時候 我們就記得先從髮肌的邊緣開始 有耶 還有你的下巴的這個線條這邊 輪廓線 對 修一下 然後你修完了這個咖啡色之後 接下來的一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你要增加你臉上的光澤 打的位置就是 剛剛我們修容的這個暗的地方的上面 我們就幫他 你看 他這邊稍微的幫他做了一點點 像武官好漂亮 好立體 其實真的是會有 有 這邊就是比較平的 你看好時尚 對 歡迎收看今天的女人 我知道今天我們要打破一個迷思 自古以來就是 對女神的看法 我們從頭講起好了 頭髮先來打破一下 髮型一定要這樣子長長的披肩 要有一點彎度 講話要溫柔 鞋的事態不一樣了 現在流行的女神要有男孩子氣 比如說今天報名的所有同學 對 有男孩子氣 有男孩子氣的髮型 還有有男孩子氣的身型 這個意思是 小男孩的身型 大家自己去找 這個怎麼樣拿捏才會真的變女神 因為拿捏不好你知道嗎 年紀一大 第一個特點 先把頭髮剪短 對 就會覺得說 顯得年輕 是不是這樣子說呢 請教兩位大師 陀地老師 哈囉 大家好 Vanson老師 姊妹姐 大家好 好 今天第一個女神代表的 以後我們每一天 禮拜一到禮拜五 八點都會看到她 女神代表 香慈 對 對 我現在是聯長 聯長 我升官了 我來到GVBS升官了 好 女兵日記的聯長 對 太帥了 這次原本要帶我的兩位班兵 一個是牌長 一個是那個小嫻 二兵 牌長 楊晴跟二兵 但是他們現在在趕拍 所以聯長在代表 我下次一定會帶他們來 辛苦了 沒關係 因為他們也常來 所以我們比較不稀罕 一個連是管幾個人 一個連三個 就他們五個吧 就五個 我們也不懂 我是說當兵一個連是幾個 管幾個人 管三個牌他剛剛 三個牌 一個班 一個班十個人 對 然後一個班就配一個班長 然後四個班配一個牌長 對 對不對 然後很多人只十個人 三個牌 三個牌 120個人 算數好差喔 不是 不是 我們不是算數差 我們是因為我們沒當過兵 沒有當過兵 對 你們當過兵 該不會 我們 他也沒當過兵 哪個之外 我有 他是醫護兵 沒有 你們年代太久遠了 年代久遠跟九九成 法表演都沒關係 對 其實我真的也忘記了 真的喔 就聯長一站出來 就是這邊一個牌 這邊一個牌 是 三個 就口字型 沒錯 聽說你們真的很超 應該很超 不會 永遠忠誠 那我們這部戲的女兵 對 總共就是說有多少人 然後在裡面 妳是一個 聯員 對 其實我飾演的 其實我們這部戲講的是 Girls Power 那就是女力 那現在我們講的女力 就是其實我們 不管是軍中 當然軍中現在的現象越來越多 那現實生活中其實也是 面臨結婚跟生小孩 其實都會面臨一個狀況 就是妳必須做抉擇 然後在軍中很多的這樣的狀況 當兵不可以生小孩 可以 不是 那誰帶小孩 如果兩個都是軍人結婚 誰帶 兩個都是軍人 對啊 對 那怎麼辦 那必須要做抉擇 那其實我在戲裡面 我就跟我男朋友講 因為他要結婚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講說 媽媽要妳選擇 要跟他去美國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有跟他講說 軍人跟你都是我的最愛 但是面臨要抉擇的時候 我不一定會選擇妳 這就是在講 我們現在女性的心態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做主 是是是 好 所以我們很期待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吧 對 晚上八點 八點檔 希望大家 主持舒克 非常期待 謝謝你們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張的女神 男孩子氣的女神 有日本 中國 還有韓國 都是 你看 全部都是短頭髮 短髮 超短 對不對 極短 而且都好可愛喔 好年輕喔 簡短會顯得年輕 心妹姐 這個我心有欺欺言 今年我去紐約的時候 我好開心喔 我跟我老公就是工作完 他工作完 我們就去飯店樓下一個bar 然後就有一個人就過來 我們就點了紅酒 就過來說 妳剛剛點紅酒嗎 我們說 對 我沒有什麼酒 他又看我花家 你看你的ID 好開心喔 我當上就哈哈哈哈笑在我 他說要查一下護照 你不可以喝酒喔 對... 我開心讓我讓好多花在開放 老公你不辛倆苦啊 三五二小 給你一個驚喜 不過真的 是不是 對 就很閒小 真的 沒有耶 其實台灣女生剪短髮 我其實台灣女生 還是會有一個迷失的 就是因為留長髮是為了男生而留的 對 真的 男生都長髮控啊 從來沒有留過 對 嘉儀沒有 嘉儀一開始是短髮 嘉儀應該也是這個台灣代表 她從一開始出道到現在就是 現在還算長的 現在都這樣算長的 對 對 被人來講算長的 那妳都OK啊 妳很有把握啊 我因為已經真的很多年 我最短到這麼短 然後最長大概就是 就是上次來給那個葉琳老師做的 大概類似像錦雯 對 大概錦雯這麼長 然後現在因為天氣一熱 我就是這一段不能有頭髮 因為會很熱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 如果是短髮 如果你又有一點點年紀了 所以你出門 一定要帶一點點基本的禮貌 就是一點點妝容 對 就是如果你都不化妝 就會整體看起來有一點那個 對 老態 所以我自己平常喜歡就是用 就是我可能就打一點點的 比方說那種什麼 有顏色的隔離霜 對 然後就會拿一盤 像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就好像口紅 腮紅嗎 是腮紅盤嗎 對 就是我本人很膽有沒有 就是因為就是看每一天 我的衣服的顏色來決定我要 那你今天應該擦藍色還是白色的 都沒帶出門 都沒帶出門 今天沒帶出門 今天要給我的指甲油好了 我們來穿 要怎麼樣 好 對 好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 就是其實我 它很粉 對 但是它應該是推開就會 就是慢慢的把它推開 然後它就會 很快 那是粉質還是膏狀的 膏狀 很自然 對 因為像這種膏狀 就好像你自己的 好像有一點運動完的 就是這種氣色 對 就不需要 就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 有差 有 有 然後它這邊 這邊就沒有 這邊就有 更年輕 對 可是為什麼它 幹嘛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的底妝 好像不夠完整 對 因為我就有點隨性 你知道 所以我們 我們的觀念是 應該是錯了 錯了嗎 不是說我們要有好氣色 不是強調腮紅 應該是說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氣色 更好的話 應該是要讓你的 就是腮紅要很紅 不是 就是你的底妝 要更完整一點 底是打底開始 對 因為你的底 如果不夠完整 你的腮紅再上去 就會像蝦夷這樣 會看起來更滑 而且因為我這邊 有一點泛紅對不對 對 就是像你在畫畫 如果說你的畫布 是一塊純白的畫布 你畫的顏色都會很繽紛很漂亮 但是你的布 如果是上面有斑點 你怎麼畫的畫布 我有斑點 對 我這邊有點放 對 所以我們就幫家儀 稍微幫她調整一下 她的底妝 好的 想要有好氣色 光靠腮紅是不夠的 快讓Vincent大師來搶救你吧 像我們要強調男孩子氣的這種女神 裝扮一定不能夠太濃 而且如果說像你剪的短髮 你的粉底如果又太厚 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有一點過度裝扮 所以我今天就帶來了一個 全新的氣墊粉餅 這個氣墊粉餅 是跟以往的氣墊粉餅不太一樣 就是它打開之後 它上面是一塊鐵片 打開以後你沒看到氣墊 對 沒有氣墊 然後你就是壓下去之後 它的氣墊才會跑出來 就是這樣 那是新的 是新的 就是它每次按 都是會跑出新鮮的粉餅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調一些光澤的 一些飾底乳上去 還要調 對 因為我們要讓短髮的女神 可以創造出自然的粉餅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氣墊粉餅裡面 加了一點點這個 珠光的飾底乳在上面 對 好色彈 它是一組這樣賣的 你可以自己調自己家裡的飾底乳 對 所以它上面就變成一個調色盤 對 然後你就這樣轉一轉 這樣它就變成有光澤的粉餅 對 我要調綠的 我要調紫的都可以 對 然後待會我幫它上完粉底之後 我還可以再幫它做一個氣墊腮紅出來 氣墊腮紅 好 我們待會再膠 然後現在我們就先幫它上這個 有一點光澤感的這個氣墊粉餅 這樣子可以讓皮膚看起來比較緊緻 然後也會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而且就美肌了 對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氣墊粉餅 它是還可以做出氣墊腮紅 就是我們先 剛剛幫它上了這個粉底完之後 我們再幫它壓上一點點的 粉底出來 然後壓一點點對不對 然後我們 調口紅嗎 對 真的 你就拿出你家裡面的口紅 所以等一下還可以同一個色系 對 比如說你看我現在拿一支口紅 對 然後我就用這個 挖棒 太醬子 稍微的把它 好神奇 它很紅 對 挖一點點 可是它跟粉底調在一起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調在這個 胎子上 一點點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調一調 它就變成一個氣墊的腮紅 對 神奇 對 然後 也不那麼紅 對 也不那麼紅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上在你這個 好顯色 對 然後它就變成氣墊的腮紅 好好看 好 差很多 跟你自己上的那一塊 你要記得老師幫你 弄的這個腮紅的位置 對 因為你自己的腮紅的位置 太低了 太低了 所以你這邊 你自己插的那邊是垂的 對 像很多人在上這個腮紅膏的時候 它的位置可能會上得比較低一點 對 這樣子你的整個臉的五官 就會感覺好像比較垮一點 所以你在上腮紅的時候 還是要記住自己的臉型 如果說你的臉是有一點長型的話 你的腮紅就是上橫的 如果說你的臉是像嘉儀這樣 有一點額蛋臉的話 你在上腮紅也想要有精神 就是有一點點用斜上的 拉提 對 然後你看這個位置在這邊 它就會感覺好像 提拉 只要一個氣墊粉底 一支口紅 就可以打造出乾淨有光澤的底妝 腮紅更是顯色 氣色好得不得了 大膽無味色 挑豆撩南色 很濃郁色 而且不是很濃 老師 我們 它現在用的就是挑豆撩南色 好 再來佩潔 我就是因為剪了短髮以後 我發現 它長長了 對 現在長很快 然後因為我現在就是 因為它長長了 我就更想要這個頂是膨的 可是因為我們常常就是 外面拍戲流個汗 然後到冷氣房又冷 它就開始越來越塌 越來越扁 但因為我的髮量算比較多 所以一旦扁了 頭型就會很明顯 然後我就會覺得頭就是方方的 沒有那個就是前面這樣 膨起來那種女神感 就雖然男孩子氣 可是我們還是要有一些這樣 為什麼用無 自取為女神 對 反正我就想要就是 尖尖這樣膨膨的 尖尖的 對 要尖尖的看起來才會 你看他們的短髮都是因為更輕 我相信因為有點長 所以這邊膨就很簡單 可是越來越重之後 這裡就會越來越塌 所以這比例要調整 這就不是要改在這裡 現在也是這種頭髮很容易扁塌 這個季節也是很熱 很多人的困擾 很多人的困擾 所以我覺得在佩傑的頭髮 上面應該要做一點點 基礎的整理 好 在他整理他之前 也先給老師看一下 我們訪問了幾個專業的 這個髮型大師們 是他們的手有問題 還是我們的手真的是很殘 還是他們的工具很厲害 我們就不對 到底是問題出在哪 請看 大家好 我是曉筠 你們知道每天要摸 最多次頭髮的人是誰嗎 答案當然就是髮型設計師 他們每天要摸這麼多的頭髮 想必對於A髮工具的挑選 或是髮質要怎麼保養 跟我們的想法 可能也會很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代表大家 來到台北市 很有名很有名的髮廊 要來突擊他們的髮型設計師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想法 可以告訴我們喔 GO 哇 在洗頭耶 想請問一下 現在天氣這麼熱啊 在幫客人洗頭的時候 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標準 或是會幫客人選擇 什麼樣的洗髮精嗎 可能會選擇稍微帶有一些 破耳成分的 可以降低一些頭皮的溫度 然後感覺一些比較涼爽的 你幫客人洗頭的時候 有沒有最怕遇到什麼狀況 主要都是很悶熱 然後很多汗 然後很濕黏的狀態而已 那有沒有建議大家這種天氣 最好是一天 是不是每天都要洗頭比較好 如果是的話最好 因為其實頭皮有流很多汗 然後造成頭皮濕熱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頭皮會比較容易長痘痘 然後或者是會有一些不舒服的 可能像是濕疹之類的狀態 哇 正好在幫客人吹頭髮耶 想請問一下你在吹頭髮 挑選吹風機方面有沒有什麼要點呢 沒有 你可能其實也在剛吹的時候 用大量的風去吹乾 然後要塑醒的時候 你可能不是用套嘴 用它的風嘴去吹 它會比較容易有光澤 喔 真的 光澤 它風很強 而且感覺我才過來 有沒有兩分鐘 不到兩分鐘 然後它突然要吹乾了耶 對 因為它風度其實還蠻強的 還蠻快的 對 那你現在比如說要繞的話 你會怎麼繞呢 沒有 我會 因為它是要大捲的 然後它是想要有膨度的 對 所以我們在繞的時候 我用大粗在髮根的中間去繞 它繞起來 因為它有整個層次 繞起來它整個會比較鬆鬆的 會有一些紋路 對 髮型師的美髮車 是我最好奇的 這是非常火紅的 可以讓氣軟髮需要膨度的 可以做的造型品 所以是膨膨水嗎 是 所以你就是要噴完吹乾 或是乾的時候噴一噴 然後撥一撥 想要請教郭文老師 就是現在台灣天氣這麼濕熱 大家在選擇這個造型品的時候 你有什麼建議嗎 可能比較適合 膠類的比較多 或者是像 譬如說像慕斯 髮雕 髮纖 會比較適合一點 跟氣肉有很大的關係 簡單的為妳示範一下上電棒 我們剛剛說妳的頭髮髮量 我們比較多 所以我們分四戳 那我們只要先上尾巴就好了 秀雅老師利用25mm的電棒 把頭髮分成四戳 然後從髮尾開始上捲 以下的捲出超美的浪漫捲髮了 你們看是不是差很多 好是剪刀 我最近超想剪短頭髮的主意 問老師我適合嗎 適合啊 夏天 跟剪短滿輕鬆的 真的喔 可是像我的臉是比較圓的這一種 也適合嗎 因為可以放一些 鬢角之類的 不要把整個剪短 是滿好看的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催枕 你是想要留想 想要剪短 其實都可以來髮型屋 來諮詢髮型師的意見喔 我都給妳老師 她在忙... 我們同內見囉 拜拜 差不多這個意思好不好 來 老師 老師 麻煩妳來講解一下 就就我啦 老師 示範一下 佩姐 老師 我其實早上才洗頭 現在又扁了 可能我們... 可能大家要稍微思考一下 在髮型的比例上面 它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它最需要膨的地方 應該不是在頂部 頂部應該是第二個階段要膨的 然後它第一個階段 應該要膨的是在兩側 所以我待會兒會用一個 大家平常在家裡會吹枕的吹風機 把這個地方撐起來 之後它會順著包覆下來 吹風機就可以了 所以佩姐要委屈妳 我們待會兒要把頭髮打濕 待會兒吹乾 好 所以老師 妳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早上起來要弄頭髮 最好就是早上洗頭 洗完頭再吹枕 老師 妳碰很濕 這跟洗頭沒一樣 它不濕 待會兒效果就不會好 所以我要模擬就是像妳自己洗完頭髮 對 這個才公平 好 我來拿這個吹風機 好 第一個我要先選擇它的風 我選最強的 溫度也是最高 最高溫度是100 所以是安全的意思嗎 是很安全的意思嗎 不會 100是在頭髮的受溫上 是最好的溫度 很多吹風機高於100 真的嗎 真的 對 有配套的東西 因為它妳一開有沒有 我們吹個頭髮 可能要半個小時有沒有 妳可能前五分鐘是100 可是它會110 120 它會一直轉 就是馬達一直 一直轉一轉 到後來會越來越熱 越來越燙 因為它的原理設計不太一樣 它是很溫 而且它在每一秒 會為妳偵測20次 幹嘛 我朋友都買這個給女兒用 就是它不會讓妳的頭髮 問題不夠燙 就不是用烘乾的 它還有風速也很強 它每分鐘是11萬轉 是一般我們看到吹風機的三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吹頭 吹頭髮 當然你要選擇一個吹嘴丸之後 先把後方先吹整好 我現在選擇的風速是最強的 溫度也是最高 溫度是100 在家裡自己吹乾的時候 你可以把頭髮拿起來 因為現在很多人的頭髮都有染過 漂過 所以頭髮其實沒有辦法 這樣子來回的這樣子剝乾 它有可能會很容易斷掉 所以你就要把頭髮拿起來 這樣子進髮根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吹乾是最快的 你看這樣吹完的時候 它髮根就吹不鬆 你看 我們每一個都進到髮根 所以吹完的時候的頭髮 它一定會是鬆的 徒手也可以完成很蓬鬆的頭髮 它吹完之後你看 所有的髮根都是鬆的了 待會兒尾巴我們再來用 利用工具來完成就好了 徒手要有那個方法 對 是手的問題 這種女生那張手還不能有五十肩 對啊 不然舉不起來 老師 我想請問一下 那一片是專門吹乾的嗎 沒有 其實它風速最強的 應該是這樣子 是喔 那你為什麼要裝那個 它這個風會集中 它透過這個吹嘴 把你的風集中在一起 那我們要快速吹乾 就要把那片 為什麼不直接這樣吹就好 為什麼要那個嘴 因為我想要到 我要把風集中 集中在髮根 髮根的地方 我們可以再試一試 待會兒吹出來的風 它會因為它的設計造型 它是圓的 其實它這樣吹成起來的風速 其實是最強的 而且風速是最多的 好強喔 那個風 真的 而且那個聲音很小聲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什麼 有沒有發現它除了造型以外 它跟以往我們看到吹風機的造型 不同對不對 對 第二個你有發現它的入風口在哪裡 知道嗎 不知道 屁股 它的入風口在這裡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對 我一直不懂 它下面有兩個點 我到底要轉哪一個 把它轉開就可以了 這是它的濾網 它從這邊進去封 從這邊進去 所以你的頭髮基本上 其實是不會被吸進去 早期的頭髮 它是從後面進去 所以你在拿的時候不小心 就停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非常安全的 那那個屁股要洗嗎 屁股 你說這個嗎 其實應該還有它只要擦拭就可以了 它不用洗 用擦的就可以了 用擦掉就可以了 面紙擦就可以了 對 好 我們講到重點 這是濾網對不對 對 那馬達在這裡而已 好想要一支 就在這裡 所以在握桿上面 你感覺上 其實好像跟一般吹風機一樣重 可是你在握的時候 其實它因為它的設計 它是跟地面垂直 所以它不會有負重 所以你吹人起來 其實是會更好掌握 因為它的距離 它的手 它其實是會非常方便的 又快 再來一個我當然推薦 我覺得小朋友 如果你想要培養他的自主性 其實小朋友這個是很方便 然後又不用擔心 他頭髮捲進去 那是最恐怖的 小阿我幾個乾兒子 乾女兒 他們都生小孩 我一律的禮物都是這個 真的 人好好喔 不知道要送他們什麼 然後他們就說 我有調查所有的爸爸媽媽 都希望有這個吹風機 在照顧他們 小朋友的頭皮比較脆弱 對 但是又不能不洗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 乏尾的處理 好 還有一個更偷懶的方法 它還有烘罩 還有烘罩 像我剛剛那個動作 其實可以很偷懶的 你可以把它捲完之後 放進去就好了 完之後放下來 就依序的 所以這個工具其實也很好用 烘罩 老師你都還沒有擦那個東西耶 造型品 沒有要擦東西 好Q喔 這樣就很厲害了耶 這樣就很好看啊 好厲害喔 一個好的整髮工具 在缺診過程中 你只需要手撥一撥 快速就能把頭髮 缺得又乾又蓬鬆 完全不用造型品了 這是蓬蓬水嗎 不算蓬蓬水 但它可以抗潮 而且感覺很輕 這樣就蓬耶 沒有很重 它這樣子幾通 這樣已經有啦 是喔 再來一個就是它還有一點點的 它有一點光澤 接下來我們女兵 臉長是不是 是 臉長 妳的問題是 妳們是不是都沒有化妝 女兵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裡面是尾素顏 我們其實最強調的是 眉毛跟眼睛 眼神 比較有一點 但是妳畫腮紅 然後妳畫唇膏 妳畫太重的妝跟眼影 妳會讓觀眾出戲 真的 真正 因為在均匀的女兵裡面 我們已經算很濃妝了 只有睫毛膏 然後那個遮容而已 而且口袖容而已 我應該只能化那種裸色的 我們只有擦護唇膏 沒有擦護唇膏 妳現在妳是只有穿護唇膏 我現在只有護唇膏 可是我喜歡 褲子有顏色 對不對 後來可能妳會不會穿這樣子 然後妳都沒有打扮 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可是真的妳要出去 譬如說派對的時候 或者是來上節目 你要開始變成 穿這樣子比較有型的 有Style的衣服 然後要化妝妳會不會不習慣 現在調適得很好 可是剛開始 真的會很不習慣 會變成 會把角色影響到平常的生活 就會變成說 就喜歡一頂帽子 然後最簡單 軍人對不對 簡單就好 可是像是姐 妳今天是忘了畫口紅 對 就是 有點少了什麼 那軍人可以用保養品嗎 可以 可以 我跟你講 軍人 現在這樣講好像軍人不能用保養品 軍人可以用沐浴乳洗澡 也可以用洗髮精神 只要影響到這個集合的時間 怎麼會聊到這個 對啊 你覺得現在香慈最缺少的是什麼 我覺得因為她可能 剛剛在聊到戲劇的方面 然後因為在要國軍的形象 可能妝不能太濃 但是她現在回復到藝人的身分 我覺得她的妝還是有點太素了 對 因為短髮的話 如果說妳的妝沒有一點點的 那個份量感的話 其實看起來會有點像生病 對 所以我們就幫香慈稍微加一點點 氣色 對 氣色 好氣群 保養品 所以這個是什麼 該不會裡面有一個大吸管 然後開始 手工琴 這是剛推出的一個就是 好美 唇筆 然後它是霧面的 然後我今天會帶來全系列 就是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好多顏色 像很多女生 太美了 像很多女生 她們就是可能想要追求 男孩子氣的那一種風格裝扮 但是她們在選擇口紅的色系上面 就會有一點點迷思 對 因為她們會不曉得說 要怎麼畫哪一種色系 會讓妝感看起來比較中性 對 我今天就把全系列的顏色都帶來 比如說像 妳先讓我們猜 好 先讓大家猜 女性的應該是 紅色 這一些粉紅色吧 這一些都是女性 對 那個比較亮的那種 這樣比較女性吧 是不是 那一圈 中性應該就是露色這些吧 比較深色 我覺得是紫色 這一系列 暗紅色 這邊都是女性 是不是 我覺得中性 都會看起來像生病 像生病對不對 對 所以我今天就帶來給大家 就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選擇 就是如果說 妳今天想要追求比較中性 然後比較男孩子氣的話 妳就可以選擇像這種色系比較 中間色 這一系列 對 從中間這邊選到這邊 大地色 那相馳的話 因為它的短髮的關係 如果說像它平常 我會建議它塗這種 就是比較有點茶色 然後比較棕色的這種顏色 會比較自然 那如果說妳今天 妳是想要去參加派對 或者是說妳要去露營什麼的話 妳想要有一點點顏色 裝扮的話 妳就可以選擇後面這些 比較有一點莓果色的顏色 對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中性 然後又帶有一點點女人味 我們就幫香慈選擇這個 有一點點 中性帶女人味 這麼紅 對 它是有一點點莓果色的顏色 好 其他那一盤可以借我們 好美 它上面有嘴巴的形狀 它上面有畫起來嘴巴的形狀 有 在這裡 對 這裡看起來就 我覺得這個顏色 這個沒有化妝也好大聲 對 大家看到口紅都很興奮 對啊 好美 這個很美 這超美的對不對 這超美的 就是有一種東西 它看到是這個顏色 擦上去 不是 不是這個顏色 還有 我們在家裡看電視對不對 老師擦上去 好 我們去買對不對 我們去那裡買 擦又不一樣 所以還是要試吧 還是要使自己的 是不是 這裡面好像有那種 這裡有 實姐妹的聲音 巧鬥撩男色 實姐妹的聲音 巧鬥撩男色 老師 是不是 你擦了跟我們擦 為什麼都不一樣 不會 不會 還是搭配莊嚴導機吻色 什麼東西 鋪倒機吻色 鋪倒機吻色 我會鋪倒機吻 還有鋪倒機吻色 還有愛內告白色 比較Pinky一點 還大膽無味色 巧鬥撩男色 女王色 而且這是霧面 老師 我們現在用的 就是挑鬥撩男色 撩一下 好好看 它霧面的 它雖然霧面 我整個就整盤拿來 它雖然霧面 但是它沒有那麼乾對不對 超美的 美刀爆 而且箱子有差跟沒差差很多 細色差 對 然後我們就是幫它上完了 好美喔 上完了這個唇色之後 它還要做一個動作 可以讓它的整個妝看起來更多 中性更像男孩子氣 就是修容 對 因為像很多女生剪這種短髮 他們都會忽略掉修容這個部分 因為女生如果說你短髮 這樣子的整個五官是整個露出來的 如果說你的臉沒有那個立體度的話 你的整個妝感感覺就會 有點太女生了 對 你想要有一點男孩子氣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修容 這樣看起來妝看起來更加的立體 比較有那個男孩子氣 對 我們在修容的時候 我們就記得先從髮際的邊緣開始 因為我們沾這個粉之後的這個 粉是最重的 所以你在下筆的時候 先從髮際邊緣 這樣子它結塊就會結在你這個邊緣 頭髮裡面 對 然後你再慢慢的把它這樣子 漸層的暈開暈到裡面 有耶 還有你的下巴的這個線條這邊 輪廓線 對 修一下 因為我們在拍戲 我們都不敢修容 因為那個一流汗就 好 斑駁 對 因為那是拍戲 是咖啡色的雨 對 因為是拍戲的關係 因為你當女兵 又是臉長 我們都不太敢修容 好 然後你修完了這個咖啡色之後 接下來的一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你要增加你臉上的光澤 對 因為你修容的話 你只要你單修那個咖啡色 你的整個妝看起來 會有一點太沉 所以就可以再加一點點這種 光澤感的這種打亮 它什麼光芒都有 對 就是打亮的粉 我們就可以幫它選一個 有一點點香檳精的這個顏色 那它打在哪裡 這樣不會 最高的地方 打的位置就是 剛剛我們修容的這個 暗的地方的上面 我們就幫它 不是 這樣很漂亮 為什麼 我們要修一個容 然後畫了一個口紅 然後又發現又要修容 修容又要再打亮 打亮又要按 買不完 這件的就全妝了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說 越簡單的東西 越要花力氣 對 真的 尾素顏 是要花很多力氣的 我們要讓妝感看起來更精緻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心思去 再琢磨在這個上面 細節上面 好 你看 它這邊稍微的幫它做了 一點點這個 像五官好漂亮 好立體 真的有差 而且有乾淨 像紙本身五官已經很立長 對啊 可是再加上去就更明顯了 對啊 這樣很像外國人 對 真的像外國人 剛剛新美姐說 她那個膚質 對啊 新美姐不是說 為什麼還要這樣 其實這樣一點點的改變 其實真的是會有差 有 這邊就是比較平的 這樣好時尚喔 對 男孩子氣的女孩 妝容不能隨便 用口紅增添氣色 最後還要修容 才能讓臉型立體 又有時尚感喔 接下來 這一場有緊紋 我非常非常的這個 開心 因為我覺得 妳除了那個髮型 其他都很有男孩子氣 好閃喔 可是新美姐 妳有沒有覺得我頭髮 留得很慢 很快 哪有 我們去8月剪的 去年8月剪的 留到現在這樣 去年8月 對啊 很快 我覺得很快 真的嗎 我覺得我頭髮 比那個宮廟神明的鬍子 留得還慢 那是喔 對啊 我們是不是要燒一些什麼 給妳 妳想要留快一點 妳 不用直接包給我就好了 可是妳看 我頭髮這邊後面 就是常常睡覺起來 就這樣分 會...我也會 可是這很痛苦 因為這個就會讓妳的頭髮 就整個頭是很扁的 然後完全是沒有型的 如果沒有上妝 就真的就是一個歐巴桑的樣子 所以這些都是妳的到格西 對 我格西超多的 妳也滿多的 平板夾 這是玉米墟 然後這是按摩器 不是 這是... 電棒 這是在捲紙 它可以弄紙 捲紙 也可以弄紙 也可以這樣子怎麼 轉 這是這樣的嗎 因為我被燙到過 所以我就很害怕用這些東西 因為有的時候它很燙 妳這樣會燙到頭皮 然後就會 所以妳現在要 Tony幫妳解決 是妳開花的那個問題是不是 可以啊 還是老師妳覺得 不一定要用工具 用什麼造型品就可以解決它 都可以 因為錦雯的頭髮其實滿貼的 尾巴其實 因為它如果拿 它想要看起來比較有朝氣 它其實可以運用一些工具也滿好 當然造型品是最大的輔助工具 我很少用造型品 觀念要改變 要試著去用它 用會讓妳變得更年輕 更有孩子氣 而且又簡單 造型品 快差很多 快去吧 那一支尾電棒帶著 尾電棒是哪一支 就是那一支拼板 好 在錦雯的頭髮上面 我可能會先 要全部噴濕嗎 不用噴濕了 太浪費時間對妳來講 電棒不能噴濕 電棒有乾髮的時候 好 我可能要先幫妳 把頭髮的分線先找到 因為剛剛妳講到 就是妳的後腦勺的問題 當然最好的希望 還是可以用 在家裡用稍微有一點濕度 去調整它的這個位置 因為錦雯的這個問題其實 沒有這麼大 因為它的旋的位置 其實對我來講 當然睡起來它一定會 可是就現在來講 它只要利用 一點點的造型品 去幫它做一點支撐 它就會停在這個正中間了 好 這個位置 現在我先把它先 這是蓬蓬水嗎 不算蓬蓬水 但它可以抗潮 抗潮 所以現在夏天很適合 對 而且它的揮發速度 它乾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感覺很輕 這樣就蓬 沒有很重 更輕 它這樣子其實會不會 對 再來一個就是它還有一點點的 它有一點光澤 它其實是噴霧式的蠟 再來像炫這個地方 你從正面你自己 如果能微微看到的話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的手去撥動它的時候 你會看到也會開掉 你就會從這個地方 把它這樣子封上去 直接噴上面的表面 對 輕輕的 它就會停留在這個位置上面 真的耶 對 它的頭髮真的好亮 如果你想要再要求一點點的話 像這類型的短髮 其實它的線條 其實就是著重在尾巴而已 這樣抓好看耶 盡量利用你的手 因為頭髮是圓的 橢圓形的 所以你在捏的時候 不要只有這樣子捏 你可以這樣子 把頭髮集中之後再放下來 捲一下 對 捲一下 它的速感就會很明顯 再來把頭髮集中 OK 你們有沒有 你看 好可愛 兩種造型組就可以 一個是定型液 可以讓你的頭髮變有鬆度跟支撐力 剩下一點點 像一點點膠 對啊 但是它是可以推開的 對 乾的速度比較慢一點的膠 可以抓在髮尾 好 謝謝老師 不用造型品 就能解決髮券開花的問題 還能抓出線條 增加髮型的時尚度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追求甜美 然後追求可愛 你就可以選擇光澤感 比較夠的純蜜 對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追求中性 有個性 你只要選擇霧面的 好 大頭目公主 是的 你有什麼話要說 因為前陣子 因為我本來也是長頭髮 後來前陣子就剪短了 對 好看 剪短就是總是會想要 就是有別於之前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也是想要 就是有點男孩子氣的女神感覺 可是問題是平常你習慣化妝 都是比較眼睫毛或是眼線 勾眼線 對 但是如果你男孩子氣 你就不可能刷很濃的睫毛 跟勾太長的眼線或很勾 所以我覺得在眼妝 還有眉毛部分 就有點很難掌握 而且像我們眼睛比較大的 這種圓圓的 就是你要是下重了一點 就會看起來可能有點 很兇 很兇或是很妖艷 過頭了 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難掌控部分 在這裡 在眼妝 好 我來稍微講一下好了 就是像今天我們的主題 是在講說男孩子氣的女神 我今天就帶來了兩盤眼影盤 給大家看 就是 對 就是很多人在畫這種 比較中性的妝感的上面 就會有一點迷思 不曉得要怎麼做選擇 在這邊給大家看就是說 像我右邊這邊 是屬於比較色感比較重一點的 對 如果說你今天 你是想要強調甜美妝 然後想要強調女人味的話 你就要選擇這種 就是比較彩色一點的 如果說你今天 你是想要追求比較中性 比較男孩子氣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像這種 就是比較中性色 就是色感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我們待會就幫亦帆 來幫她做比較 要示範 早講嗎 來… 你只是講一講而已 你看喔 一樣就是這種短頭髮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眉羽之間 譬如說他們的眉毛 譬如說相似就很標準 對 陰氣的眉毛 濃眉大眼 濃眉大眼 像她也想要這樣子 像就是男孩子氣的女神 可是你又覺得 好 她頭髮變短了 可是你又覺得她的眉毛 好像又不夠 那眉毛是要畫粗一點 然後要畫眼睛又要畫 因為像男孩子氣的女神 這種裝扮有很多種 像相似那種是屬於 比較有個性的 像亦帆的話 她如果是畫像相似那種眉毛 可能就會有點 也不是 就是她會有一點 所以她想要畫的這種妝 可能就是比較中性的裝扮 可是又不會太有個性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重點 擺在她的眼妝上 就不是在眉毛上面 我今天幫她選擇的是一個 就是日本的一個品牌 然後它是10週年推出的 一個限量的眼影盤 然後它裡面添加了 24K金的純金 對 所以你在畫上去的時候 你的眼皮上面 就會有純金的亮片感覺 好 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男孩子氣的這個裝扮 色感一定不能夠太重 所以我們就幫她選擇 這有一點點墨綠色的大地色系 先幫她做眼皮的打底 好 然後我們畫完了這個墨綠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在你的眼窩的地方 幫她打上一點點 這個就是有一點藕色的顏色 好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刷子 稍微的在眼窩這邊 幫她打一點點 然後我們剛剛用了這個墨綠的 塗在眼窩的地方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請眼睛看上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比較小一點的刷子 然後用一樣的墨綠色 加在你的這個 下眼影 下眼影的地方 用這個眼影來取代眼線 好 這樣子的妝看起來就會跟 她原本的這個眼睛的妝的感覺 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真的耶 而且又很自然 對 然後但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個眼影盤 它裡面有加了K金的成分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要讓她的眼影看起來 有一點點光澤感 所以我們就用手指 然後用這個打亮的金黃色 中間的顏色 然後就用手指直接壓在 眼球的正中間 好 這樣眼皮一打開 它就會 就會 你在扎的時候 它就會有那種就是 微微的那種光澤 有24K金 對 好 那我們這個眼皮 幫她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用一樣 這個24K金的腮紅 然後我們幫她 上一點點腮紅 然後腮紅的地方 我們記得就是要 根據自己的臉型 來做這個調整 這個顏色 真的很好看 好好看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妝的Ending了 我們就讓她的嘴唇 看起來是比較粉霧的 因為很多人在擦口紅的時候 都會忽略掉質感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追求甜美 然後追求可愛 你就可以選擇光澤感 比較夠的唇蜜 對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追求中性 有個性 你就要選擇霧面的 對 我今天帶來的這個 也是一個新的產品 它是一個唇粉 所謂的唇粉 就是它就有別於 就是一般的唇膏 它是粉霧狀的 我們在上這種唇粉之前 我們就是記得要先選擇一個 它上面附的這個唇膏 這個是有一點護唇膏的成分 它是打底的 打底 讓你的嘴唇是有一點濕潤感 因為唇粉的話 粉會吸附掉你嘴唇上面的油脂 所以你 而且那個線條 唇很多的紋路很高 對 所以你記得 你要擦唇粉之前 一定要稍微擦一點護唇膏 如果說你今天 你想要比較甜美一點 知道 就要選那紅一點 我怕有人剛轉牌 剛轉牌過來 前面沒看到 因為你直播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好 他們不是剛轉牌 他們就 你再講他們就轉走了 好啦 那我們就幫那個逸凡選擇這個 有個性的 對 好 有個性的 那擦起來跟霧面 剛剛相似 那霧面口紅擦起來怎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用這個刷子去刷的 它也有用唇刷 對 但是它這個刷是刷眼影粉的刷子 它就是會有一種漸層感 所以是刷子不一樣 對 是刷子不一樣 然後粉霧粉的感覺不一樣 口紅也不一樣 口紅也不一樣 不一樣的口紅 就要配不一樣的刷子 對 因為這是唇粉 對 這是唇粉 所以不是用刷唇膏的刷子 它不是用唇刷去刷 所以用刷眼影的刷子 對 就是用眼影的刷子去刷的 因為它粉狀的 要畫水的那個粉 真的 然後你看它這樣子 稍微有點霧霧的 然後就是顏色有一點中性調 就會感覺好像不會那麼的甜美 但是它又感覺是有女人味 然後又是滿中性的 一個男孩子味味的感覺 好看 選擇中性的大地色眼影 加強眼妝的俐落度 對它上有女人味的唇粉 能打造出男孩子氣跟女人味 堅決的妝容 最後記得要鎖定 我們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 女兵日記 在八點鐘 對 八點鐘 我們非常的期待 今天大師們介紹的東西 在哪裡買上的網站就清除了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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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